雲林口湖博子寮渝港 遭遇20年來最嚴重大潮 海水倒灌正坐村莊汪洋一片 馬路變水池 商家直接被海水灌進去 淹成一片 還有居民早就習慣了 坐在家門口泡水的椅子上 無奈看這一切又發生了 但養織戶可就沒辦法那麼淡定 望著整片餘溫嚴度被海水破壞 颱風前才剛放的苗 全部都報銷損失慘重 海風的前幾個禮拜 放下去 又沒有兩億里 兩億里可以賣五百多萬 又賠光了 中央政府早就都已經知道了 也會知道今天發生這樣 結果就對了 完全沒有改冠 鄉長也不想捲了 三百多公頃的養織區 連接下輪三個村落 總共一千多戶 脖子寮近年地層下陷嚴重 平常水位就會淹到岸邊 今年又遇到超級月亮加藍月 引發大潮中的大潮 再淹下去可能要遷存 長遠的規劃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這個港口外移 然後增加一個防護線 現在已經在做好這個通盤的檢討 不只雲林彰化王宮漁港 也被大潮淹沒 王宮燈塔附近提防看出去 本來整片是大棵寮的濕地 變成一片海 遊客服務中心美食區地板都積水 西部沿海遭受大潮侵襲 加以東石漁人碼頭還有釣客 來不及撤離 車子直接拋錨 只能等水退了再來處理 東石漁人碼頭靠近安檢所积水 已經不分碼頭還是港邊道路 反正都是海水了 只是居民和漁民心裡的無奈 像潮水一樣滿出來 TVBS新聞昌 崇敏 陳志忠 紀建坑 陳鴻義 雲林彰化嘉義 綜合報導